小王 你现在忙不忙 老板 我现在手里还有一些事要忙 有什么事吗 行 那你抽时间去一趟二手车市场 帮我租辆豪车 我有用 行 那老板 什么车算豪车啊 就好比保时捷 宾利 法拉利这种 记得选一个 性价比高一点 要租多久呢 这些车都很贵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问你 我让你给我们公司全体员工准备过年红包 你为什么不给人家保安小王准备啊 老板 我觉得保安没有必要发了吧 养子 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在我们公司人人平等 小王在我们公司兢兢业业干了这么多年 别人有的 小王也要有 你去给我准备一下 准备一个红包 我亲自给小王送过去 好的 老板 小王 新年快乐 这是你的新年红包 谢谢老板 心意我领了 红包就算了吧 哎呀 你快拿着吧 你说你多不容易啊 上有老下有小的 工资也不高 老板 我的工资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我可以靠收支赚钱啊 对面两个大楼都是我家的 除了收支我还可以收一点停车费 这两个停车场都是我家的 老板 咱们公司今年生意不景气 这个红包你还是自己留着吧 老板 这个人说搞定了 你是 你就这家公司老板 对 我是 限你一个星期之内赶紧帮走 为什么呀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楼上公司的 因为我们公司要扩大 所以你们这间公司被我们征收了 怎么可能 你开玩笑的吧 说征收就征收 对呀 这卡里有两百万 帮走这钱就是你的了 你不用拿钱来诱惑我 虽然我不是什么大企业 但是我也有五十个员工和我并肩作战 他们当初既然选择跟随了我 他们就是我的责任 你把钱拿走吧 我是不会向你妥协的 老板 您说得对 这是您那么多年的心血 我们绝对不能向这种人低头 你要想清楚 这卡里可是有两百万 有钱就了不起吗 我这个卡里有五百万 以后不要过来骚扰我老板 那边有五台 你不过挨个试一下 有三台正在维修中 有两台都没有钱了 麻烦您行得方便 我现在急用钱赶时间 五千块你就想让我跟您取 不好意思 低于一万你只能去提款机 我这卡里只有五千块钱 我这一万也取不出来 我没有时间服务你 这里空了 你就去别的银行 这个城市有三家 你不会去别的地方取吗 是谁规定一万块钱 不能到柜台去 怎么的 我们银行规定的 杨子 你怎么也在这 老板 我过来办业务的 你等一下 把你们经理叫出来 好啊 叫出来也没用 就是经理规定的 柜台只服务柜宾 这点小事也要叫我吗 一万块钱只能去柜台取 张经理 姑奶奶您怎么来了 赶紧安排VRT柜宾宾 不用了 这里有五个亿 全都给我取出来 姑奶奶您这是 万家银行存 老板 他们就是不愿看人敌 看你穷所以欺负你 我把你报仇了 你怎么不抵护 你快就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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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抵护 你快抵护 小娃 我桌子上的书 怎么就只剩一页了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老板拿走了 老板怎么能不经过我的同意 随便拿我东西呢 老板不就拿他一本书吗 你以后也别理他了 老板 你怎么能不经过我的同意 就拿我的书去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不就一本书吗 老板 这个不是普通的书 这是我爸爸辛辛苦苦攒了一个月的工资 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你爸一个月的工资就只够买本书啊 杨泽 你别叹气 真是对不起 我只知道你是农村来的 我不知道你家里这么困难 我现在给你订一本吧 你那个是在哪个书店买的 老板 我这个书很珍贵的 这书店根本就买不到 不可能吧 现在书店什么书没有啊 你那个书叫什么名字 《海湾盛世》 确实没听过 我直接把钱转给你吧 你说吧 多少钱 三千五百万 我刚刚看到一帮人来找杨泽 薛邦邦邦要把杨泽带走 不会是来腰斋的吧 我看是杨泽欠了人家不少钱吧 怪不得刚实习就得买这么多奢侈品 没事 杨泽 现在是法治社会 他们要是再来欺负你 你就报警 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两万块钱 拿去用 杨泽 我这也有点 你先拿去一集吧 你们这都是干什么呀 阿姨啊 你的事我们都知道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赶快拿着把钱还上 以后别让那些人过来找你了 你看那帮人凶的 别把公司都砸了 老板 你误会了 那些人是我爸的保镖 我爸非得让我回去管理他那三千人的公司 我想一想就烦 我想着你的公司又小又破 到你这里避一避 他们应该找不到了 老板 这卡还给你 你卡里的钱还不够我卡里的一天利息呢 哦 对了 老板 刚刚我家保镖说了 这个公司的位置还不错 你赶紧准备收拾搬走吧 我家准备要扒了盖商场 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 这天天坐着腰三背痛太难受了 哎 我也是 你说这天天加班一点运动量都没有 身体能好才怪 我宣布的是 这周末咱们一起去爬山 活动活动身体锻炼锻炼 太好了老板 我最喜欢爬山了 亲爱的杨子 你那么胖 到时候可不要拖我们的后腿 放心吧 我小时候就是在山里长大 我从小爬山爬了好多年呢 原来是山沟里出来的牙 小王 你别瞧不起人啊 住在山里怎么了 山里空气好 环境好 我就喜欢山里 是 既然杨子爬山这么厉害 咱们就爬个有难度的山 咱们去爬白云山怎么样 没问题 老板 老板 那个很难爬 我怕我爬不上去 没事 小张 我带你 我教你怎么爬 你个图狼帽 你知道白云山有多高吗 三百多米高呢 你当时你叫那个小山坡呀 才三百多米啊 八千多米的 我都登上过几十次了 别说三百米的了 八千多米 你说的该不会是 没错 中国最高 珠穆朗马峰 那我们这次去让杨子带队 去爬珠峰怎么样 那可不行啊 老板 我怕你承担不起经费 你知道登一次珠峰 要花多少钱吗 那能有多少 我去查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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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